我們又一次捧杯 歡迎大家收看碟出阿仙龍 這一集就是阿仙龍贏了竹種杯之後 成為這個英格蘭史上的竹種杯之王 因為之前都是拿次數最多的了 英格蘭過去一百三 連連今屆一百三十九屆的竹種杯 由第一屆開始到現在已經有148年的歷史 中間停了一會 阿仙龍拿了十四次 換而言之 平均差不多每十年就拿到一屆 而且要再加上1871至72 那時候是第一屆 但阿仙龍其實是1886年才成立 那時候叫胡域阿仙龍 所以其實有差十幾年 換而言之差不多 其實算實的話 不到九年 不到九年就可以拿到一次了 所以這個紀錄是挺值得光榮的 OK 二比一 阿仙龍取勝擊敗了車路士 我們首先講講這場球的陣容 阿仙龍三後為陣 除了你看回對曼城那場球的分野 就是可定的代替了梅斯達菲 跟著大衛雷斯泰亞尼 四個中場就是沙加和斯巴路斯居中 貝林蓮和奇礁的尼伊斯 分裂左右兩路的翼衛 三個前鋒就是比比拿卡和奧巴 至於車路士那方面就是卡巴拿路 三個後衛就是艾斯比利古達 蘇馬和魯迪加 中場中的兩個就是佐珍路加高華錫 左右兩邊的翼衛就是 利斯詹斯和馬高斯阿朗素 前面三個就是曼治基奧特和佩利錫 我想這次先講一下車路士的陣容 他們的三後衛陣明顯看得出 正面來的球員他們不是很害怕的 因為他們有足夠硬朗的球員 魯迪加、蘇馬 亦有富於經驗可以提長指揮的 艾斯比利古達在這裏 不過問題就是這三個後防球員 有一個缺點就是 做回球上去的能力其實不是很強的 即是不是很足夠的 又或者他們不是流行的 所謂一腳長傳會到位 供應到給隊友走位的那種球員 艾斯比利古達是可以在右路 跟列斯詹姆斯做了很多的呼應 尤其是準決賽他們對曼聯的時候 他們右路出球 連回數次非常之具威脅 至於馬高斯阿朗素 大家看了他這麼多年 他都是自己踢自己的球 有很長的距離讓他走 或者讓他突入禁區 直接起左腳射門 這下就是他撒加的 而中場中那兩個 結果本來我認為就比阿仙奴 這方面是優勝的地方 就是佐珍奴和高華錫 都是有一個很好的 即是一個不錯的活動能力 各自都能夠推三個球 前面的基奧特 肯定是一個正中九號位的踢法 還是最前呢 佩利錫和曼智的踢法 稍稍不同於一些所謂的 很傳統的邊線球員 他們其實是收回中間的踢法為主要的 即是他們不是說配合和自己的 右路掌上來的球員 在邊線那裡搞局 或者負責邊線出球為主 他們兩個內收入攝回來中間為主 好啦 要講講車路士這個陣容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靠一對兩邊的翼衛 後上做球 為什麼說好靠他們兩個做球 因為只有他們兩邊出球 基奧特才有個真真正正的正面威脅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傳統儲彈的中鋒 他一定要依靠兩路的出球 才會產生一個最大的威脅 如果中間斬過去的話 似乎收效不會太大 所以說一對翼衛 如果萬一被人掀制住 或者對方也是刻意頂住這兩邊的話 車路士的攻勢 或者基奧特的威脅 很可能就會是沒有這樣一半了 好啦 今天說回中場中的兩個 雖然我說他們兩個平均的技術 可能會比較高些 但是佐真奴有個很大的缺點 由上屆車路士被熱刺打爆 就是封鎖了全球路線給佐真奴的踢法 到如今他可以說是有改善 但是仍然能夠 就可以說是 仍然是幾容易被針對到的一個位置 就是似乎他少加被針對的話 佐真奴威脅力又大減 在依靠邊線出球 供應給基奧特的同時 如果那兩邊是不太合理的話 如果中場放一些過頭球 可能是給曼智 可能是給佩利錫去跑 那就相對顯得更加重要 但是佐真奴這場球 又是不是這麼得心應腳呢 好啦 講到基奧特 如果沒有兩邊的呼應的話 很可能他要壓到很前 即遠離禁區那裏 就跟隊友做那些1、2的配合 即刻控即刻彈 就可能彈給左右兩路的曼智和佩利錫 去做個人的技術 或者速度的突破 這兩個球員好球 曼智、佩利錫 有速度、有腳法 也有射門腳頭 不過問題呢 有一點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控制節奏那裏 不是這麼成熟的球員 他們兩個都年輕 如果我用一個球員來做比喻 夏薩特 夏薩特就是那些可以在 後場已經扔著球一路 我推到上來前場 我可以快些 但我又可以不要那麼快 推到上來前場 禁區邊怎樣做 我和你做配合 還是我自己索性拐大位 起腳射門 這種控制節奏的球員 我們留意到車路士這個陣 雖然近來都幾活的 亦都是他們改踢三中堅 能跪尾的時候 不過呢 在控制節奏那方面 不是太過純熟 真的要很依靠兩邊上來的配合 如果兩邊上不到 配合不到的話 前面就顯得單打獨鬥 萬治是這樣 佩利錫都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基奧特就會更加孤立 但他們兩位都不 萬治、佩利錫都不是夏薩特 尤其是佩利錫 我覺得他幾踢自己的球 為主 即是你給了一段的爆 蓋進去推呀推呀扭呀 一段的 即是在節奏的快慢調教那裡 他不是那麼成熟 這位美國隊長 萬治是經驗更加不夠 這樣 所以車路士這個陣 或者是坊間賽前 看高稍稍半線 又或者是聯賽成績的關係 但我們都知道 其實車路士的防守 一樣是不穩陣的 只不過沒有被放得太大 來講的意思 所以如果中前場控制不了的話 或者林柏特排這個陣 我覺得他很有信心的 其實是好事來的 即是他很 對自己的球員有信心 就行 我們照我們的模式去聽 不過問題出現了 似乎在針對性的 一些細節部署那裡 如果對比之下 今場波 他不及得亞迪達做得那麼仔細 而這個陣 出到來 有實力 有技術 但是就不是說 那些章法 不是那麼全面 可以說是 變招的能力 也都不高 好了 阿斯陸那方面 這個三中堅 馬天尼斯是很穩健的 三中堅那裡 相對地 如果你說對比車路士的陣容 阿斯陸的三中堅陣 用波出波的能力 強一些 強一些 以往我們說 戴衛雷斯 我想大家很熟悉的 我不累術了 現在多了泰亞尼 移回到中堅 他那個左腳長傳 當他移到邊線 長傳高調一些球 比奧巴美揚 或者是尼爾斯那些去跑 似乎準成的 他一腳過度的話 已經截省了很多 中場運轉的時間 起碼有兩個 賀定那邊就是 他代替受傷的梅斯達菲 我覺得他有些大賽命 這個球員 17年的時候是這樣 現在三年之後都是這樣 當然他的特點轉身慢 靠打個位置 但是他又可以 這位比較慢熱的球員 慢慢隨著賽事的演變 他又會比較入局一些 他發揮相對地的平穩一下 這個就是賀定的好和不好的地方 至於中場四個 右路的貝林年 我覺得這場球 踢出來都差不多 但是左路的尼爾斯 我經常以為 這樣照排他出來 最初開場之前 我都認為 會不會跟回對曼城那一套 主要是跟回他們對面 後上能力很強的 詹姆斯和艾斯比利古達呢 你可以說是 但是他是一種更加進彩的模式 就是他不是鬥著在後面來追前 他甚至乎是可以不斷上前 去迎接隊友的長傳 這種反壓的制度 可以說是 我覺得他用尼爾斯 又多著的奇招 尼爾斯這個球員 真的可以似乎 怎樣都可以的 這樣 中場中路兩個 隔離沙加的活動能力 當然不會及得 斯巴魯斯 甚至乎對面那兩位中場 但是他有的經驗 他有的是身形 斯巴魯斯的作用也都很明顯 這裏講完了 用比比 不用薩卡仔 或者不用尼爾順 相信是比比的個人技巧 和名氣 和質素 可以牽制到對方的左路進閘 左路就是馬高斯阿朗素 而拿卡錫迪呢 拿卡錫迪每一對強敵的時候 雖然他排在一個中鋒位 但是我們可以當拿卡錫迪是假狗 假狗很多球迷 誤會認為 一定是 將一個不是前鋒的球員 推前鋒位置 就叫假狗 其實這樣不是叫假狗 假狗是真真正正 有個九號位的球員 動在那裏 但是他不做他九號位 或者不做太多他九號位 應該有的角色 這場球 或者是拿卡錫迪過去 我用基奧特來和他比較 基奧特就是很正面 很傳統 頂在最前那個 而拿卡錫迪不是 甚至乎他縮回後面 追回對方的中上 這場球 他某程度上 他的棋位 切斷 後對面後防 和佐真奴之間的聯繫 其實是很重要的 佐真奴這場球的全球次數 我沒有統計 我立一立過 其實也不是太多次數 這樣 這個功效很重要 至於佐路的奧巴美洋 也不需要太多雷術 因為這樣 所以阿迪達 告訴我們 我們隨著賽事 一看下去 頭五分鐘已經知道 其實阿仙奴這場球 一出來 勢是不想這麼保守的 勢是想壓前些的 甚至是想更多的偷雞搶攻 那開球很早 其實你看到 咦 左路有個黑人球員 嘩 在底線前 扣過艾斯比利古特 右腳出球 直到奧巴美洋頂頭鎚 大家才知道 咦 原來那個底線出球 那個是尼爾斯來的 嘩 這麼快 這麼上的呢 那我心裏面 又打了個突 咦 是不是急躁了些 還是戰術安排呢 心情都不知道 結果很快 我們就見到沙加 中場比對手 拍掉 接著萬治一個很漂亮的軟蛇 嘩 看怕進去 馬天尼斯 馬天尼斯 擋出 另外一個球 又是座真路後場 傳給前場的佩利錫 說他扭動 要直接摸 那斯巴路斯的反應 又是不知為什麼 慢得這麼緊要的 想攤手去拉 又拉不到 亦都不敢拉 交到入禁區裏面的 萬治 再交給小禁區頂的基督 用一個不是很準的後腳 交後 被弄剛剛打進去 中間 左掘一探友 射門的佩利錫 搞定1-0這個球 完完全全 剛剛講的車路士 這兩個攻勢就是 阿仙奴中場中路 兩位球員的缺失 與其說他兩位球員的缺失 倒不如說全隊球員 似乎那一下 一開球 可能有些適應時間 我認為 變成是 在攻 或者是不要 走到那麼厚的情況下 有些掌握得不太好 有些鬆散 結果 這個鬆散 馬上招致 惡果 就輸到1-0 其後阿仙奴 亦都拿回一些控球權 其實 應該說整場 一開始 阿仙奴 在上半場來說 沒有完全處於一個絕對的 控球上的劣勢 你看到 跟著比比兩回 在油路繳局 尼爾斯 再又在左邊的出波 很多這樣的場面出現 雖然那個效果不是很明顯 好了 換言言之 我想說些什麼呢 即是阿仙奴今場球出來的勢 不是那麼保守 所以大家說 譬如說 阿迪達在第一個飲水時間 cooling break 那裏 就是說 他好像有些微調的陣式 錯 我覺得是錯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只要 20多分鐘 已經要調整陣式 那便很糟 你可能在落後 不止一球 我覺得阿迪達那一刻 只不過是激勵球員 讓他們 繼續信任 信任我們的賽前部署 繼續放膽一點 我部署得很細緻 是不是 尼爾斯已經是這樣 反壓對面的 艾斯比利古達 和瑞斯詹斯 他們沒有了油路的出球 基奧特的威脅 也會撐很遠 這一招是奇招 再往後的發展 尼爾斯 又沒有頂在禁前 當然 在追回1比1之前 尼爾斯有個球 在車路市禁區裏面 越了位 接應斯巴路斯 一個很漂亮的直傳 他接應到之後 彈回後面少少的奧巴美揚 拿到個球 再交橫比 移到禁區 頂中間 俄眉越的比比 嘩 左腳的curve 1比1這個球 以為1比1 射得世界球 很漂亮 怎知道原來尼爾斯越位 但是這個球正正反映 咦 他跟奧巴美揚之間 尼爾斯跟奧巴美揚之間 居然是眉來眼去的 導致奧巴美揚傾側到左邊 這個可以說是令到對方 兩位右路的球員 有少少迷惑 我可以這樣說 雖然尼爾斯和埃斯詹斯 這場球三番四次大家互相身體碰撞 每一次都是大隻的詹斯贏的 尼爾斯不單被撞開 還要撞到地下 但不要緊 到大家起動跑的時候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了 一個經典的就是 泰亞尼 當他有後場出波的能力 一腳長全再放給奧巴美揚 阿仙奴現在很喜歡這些做法 或者你可以說 迫於無來的做法 給到一個空檔 艾斯比利古達到奧巴美揚走 當晚我做直播的時候 我的拍檔陳偉浩 亦都和大家很勢力地看到 那個技術的分析 不是說大家一起步 鬥走 而艾斯比利古達 把奧巴美揚走 奧巴美揚 奧巴美揚 真是你看到他熟著那個波 預判那個波 突落地的落點 到 我就和你二段步速 再起跑 再追 他因為他要相信 去到那個階段 那個距離更短的階段 他可以爆得贏 艾斯比利古達 這個波 最後就是把奧巴美揚 在禁區裡罰十二碼 毫無疑問 一個很標準的 一定要比的十二碼 不過 所謂高手過招 艾斯比利古達 都是厲害的 我只能夠說 你來我往 有時你贏 有時我贏 這一局 奧巴美揚贏了 而他的十二碼 也射得相當漂亮 是卡巴拿路的左手邊 網仔入 一比一 一比一之後 其實那個勢一模一樣 你會覺得 阿仙奴其實由開球 到追回一比一之後 其實那個步伐都是不亂的 都是差不多的速度節奏 都是久不久有些長波 就被奧巴美揚 尼爾斯去爆一下 就是這樣 所以去到這裏 我們可以做一個小階段的檢討 就是 其實車路士領先了一比零之後 那個頻率 那個變咒的性格 那種的變化 不強烈的 你會發覺 都是差不多的去法 好像越去越濕著 好像越來越失去自己的節奏 詭異地說他 不知道是否領先得太早 反而不知跟著下去怎樣踢 林柏達這個時候 又會給到什麼指示對球 似乎有 就算有 都不是很足夠 令到對球 可以回回神過來 一比一之後 他們甚至乎有點慌亂 比比 尤其是在右路那裏 都有很多的繳局 亦都敢於移到中間賺錢 很不幸 不久之後艾斯比列古達 就拉傷了大腿底巾 要上出 這個可以說是車路士今場球的不幸 我們今天亦都可以說 阿仙奴是更加佔據了一個好處的地方 因為整個車仔的後防 就以艾斯比列古達作為一個統領 沒有了他 換入基斯堅神 當然基斯堅神的身形更加好 但是那個領導的經驗差很遠 所以這個調動之後 阿仙奴你會發覺 夠膽在中間跟你去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那段階段 那個階段逼到兩個罰球 不過攻勢又不是太過猛烈 其實都要小心謹慎為上 上半場大家不見到 馬高斯阿朗素和歷斯詹斯 有個左右兩路接近底線的情況下 斬這傳中波出去 我記憶中沒有 可能有都不是很臭效 令到你看了都不記得 應該就沒有什麼了 這樣基奧特的威脅 其實已經是錯眼了一大半 再加上阿迪特 為什麼不會在後面縮著來踢 這麼保守呢 如果縮著來踢 讓你每次高調一點 把球斬過去 那基奧特就能夠發揮 相反我們退出一點 退出一點 壓前一點 那基奧特就算 是怎樣控多一個球 都已經遠離禁區範圍 他只能夠做些彈彈 給左右兩邊 因為他自己兜頭轉身走的能力 老實講大家知道 對不對 這方面不是太過高的 這方面 這一招是掐制到基奧特 你只要整個車路士的攻勢 現在剩下 就是切斷了中場中路 可以找到目標輸送 而又不給萬治和佩利錫 那麼多上腳機會就可以了 老實講 萬治射完那腳球之後 或者佩利錫入完那腳球之後 其實上半場 又不是那麼生猛 都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 很難說真的憑過個人技術 去做到太多東西出來 對不對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上半場總而言之1比0之後 其實車路士的表現 不是說他不好 但是 攻勢根本上那個 進攻那裡的節奏 不是很協調 相反阿仙奴 就是踢自己的球 踢到他們自己想要的東西 OK 時移在後面插著 跟著一個長傳調過去 或者在右路那裡放到球 右路 比比跟貝林年 可以慢慢上腳 多稍微 用上腳推前些 再由比比搞局 這樣 拿卡式迪 有時候甚至乎 你看不到中間 這些一出一入的位置 或者再由 尼爾斯再度 在左路爆發 似乎在那個 進攻的變化那裡 多樣化些 亦都比較臭效一些 好 下半場出到來 照樣 好像上半場 最初一段的時間 阿仙奴都有些 不是很集中的 包括貝利錫 很快就有個球 在 大了整個半場 埋到禁區 起腳射門 柱邊出界 不過很可惜 他起腳之前 就是拉傷了 大腿腿根 導致射這個球 沒有準 我很難預測 如果沒有傷 射得是否代表準 不知道 可能會好些 這個球 看到沙家和賀定食塵 換而言之 再到下半場 一出來的時候 又是有稍稍不集中 這個毛病 阿仙奴一定一定要改變 不改的話 流落到下屆 都不是一件好事 穩定了之後 看似車路士 拿回不少控球優勢 但屠於控球 而已 由於換了人的關係 佩利錫相出 換柏道 我認為這個調動不太負面 反而這個調動 反而這個調動 我覺得對於車路士的格局來說 是可以大路一點去聽 就是 能入場 拍到馬上在邊線快放 爆那一段 這個就是車路士需要的東西 邊線 雖然不是成功 也拍到隨後的賽事 跟著發展下去 他有些45度角 打進去的個人突破 其實都很重要的 那些 那些真的 兵方馬亂 隨時又搏到12馬 就是這些 拍到這個老象 反而踢到一些 我認為車路士這場 需要的類型球員 展現到的表現出來 不過 他又下半場入體 好了 套用回 但其實整體上車路士的攻勢 都是失衡的 這一點 都是要 一個 可能 不是很見影的 拿卡錫定 他徘徊在對方的防守線 和他們那兩個中場之間 在那裡揣擾 當然 坐真奴有人招呼 可能是拿卡錫定 但是高華錫呢 招呼的對象 苦主 就肯定是隔離沙家 上半場 他剷低了沙家 拿了一面王牌 隨後也有幾次犯規 不知道是否因為這樣 被到 安東尼泰來 一個不太好的印象 OK 我們說回2比1 那球 一路大家守住守住 車路士 唯獨是 可能是蘇馬 稍稍移過的右邊 中堅是 魯迪加加 基斯丁神 而馬高斯阿朗素 他可能稍稍退後 他又不是一個左後衛 可能由左後衛和左翼衛之間的位置 他會退後一點 讓他來幫忙 不過蘇馬在右路 又怎能跟艾斯比利古達比較呢 他跟歷史詹姆斯 是不能夠做一個 overlap的呼應的 詹姆斯 他又不是一個正式的逆風 變成一個出波 他需要有人配合 那這個配合 萬次有沒有跟他做得夠呢 我認為不足夠 詹姆斯這場球 我沒有看錯 他真的嚴格意義上 試過有一次 游路curve 那個球 挺漂亮的 多些 如果多些做的話 車路士的攻勢 可能會更加平衡 都未定 不過一次 那次當然不成功 另外有兩次見到 詹姆斯移到 禁曲影中路 是起腳軟射的 這些都是他撒家的 這個年輕人非常非常有潛質 不過阿仙奴 球員這麼密 站在後面 也很難說有任何的進負 好了 大家現在聽到我講這裏的話 好像講車路士的形容會比較多些 當然 你了解對手 其實就是了解自己 所以我今天換一換個說法 不只是集中集中講阿仙奴 就是這個意思 2比1個球 一如近牌既往 就是阿仙奴 球過到前場 直至起腳射門 最好不要經過太多腳 這個球同樣都是 貝林連在後場看到空位 猛推猛推 我欣賞貝林連的勇氣 可能 我覺得這個球員往往去到下半場 反而速度能夠發揮多些 可能承著對方的體能下降的關係 這樣都是聰明的 一路打他死推 難推 推到他根本是撞到基斯爹神 兩個和尚沒有水 誰知那個球 我們覺得很幸運 對面就覺得很不幸 那個球落 比比腳 全空 他選擇不射門 交給步入禁區 在左路的奧巴美揚 有人說看反正片 聽到佐真奴 看著蘇馬 說小心奧巴美揚 就是右腳 結果奧巴美揚 就是用右腳吸過蘇馬 然後左腳 接過門匠 卡巴拿路2-1 這個球 很精彩 準決賽 以至去到決賽 都是靠奧巴美揚 四個入球 這個杯 好像一半是屬於他 但是蘇馬 就正正我所說 跟魯迪加的中堅一樣 正面硬坎 很好的 但是 一需要跟別人轉身 兜頭走的時候 我覺得他跟魯迪加 兩個都是 那些腳步的步伐 好像 馬步好像不是很穩陣 可能會跌 或者會慢 這個是 直接說 我覺得不單止阿仙奴 車路士的後防 都有提升的必要 下大 2-1 我講到現在 其實你經常會聽我強調 車路士的攻勢 不是很實質地做到什麼 很大的威脅 真的除了入球那一刻 是不是 那你變了很多 都是隔膾騷養 甚至乎連騷養都做不到 OK 或者說多一點 說回兩路出球 我講了 詹士 那左路又怎樣 馬古斯亞朗素做到什麼 見到下半場 高華錫壓到前場 都會試過 兩三次放過頭球 給左路的阿朗素 希望左路可以爆到底全中 想著是這樣 但你要知道 高華錫已經是壓到前場 你再要放過頭球 換言之 已經是貼近近區邊緣的馬古斯亞朗素 只剩下距離 和底線之間不夠18馬的距離 你哪有足夠距離 要他跑呢 基本上如果控制下來 就已經有賀定 或者是貝林年 回來看著他 這個空間製造不到 給阿朗素 亦都發揮不到 阿朗素的長處 不過沒有辦法 你兩邊就是這樣 固定在那裡 你兩邊失力 基奧特都要換出 是不是 那麼去到好了 關鍵的時間就是 2比1之後 就發生了個兩黃一紅的事件 又是高華錫 高華錫這場幫我 車路士表現得比較好的一個 但是 又是再一次他和沙家之間的碰撞 沙家就急於跌倒了 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分的關係 大家都是去球 不粗野的 這個球 應該就 不用給牌的 但是不幸地 所以我就說 是不是因為印象分的關係呢 趕了出場 趕了出場打小過 對於本身的攻勢 已經製造得不太均勻協調的車路士來說 拿館之後 換入三個球員 奧道爾 艾巴咸 和巴克里 似乎都 凝聚不到一個組織能力出來 一路去到原場 就是這樣 這個中間經過 阿仙奴都有換人的 由拿卡換走 就換了尼基迪亞 匹帕就入替受傷的大衛雷斯 高拿仙奈也有入替泰亞尼 都是位對位的更換 不是邊陣的 同樣是三中堅陣 阿仙奴這一場 和聯賽 或者對曼城的時候很不同 那個是徹底的三中堅 而這場球某程度上 尼爾斯 這個很自由的棋子 忽上忽下 有時移到中間 當他移到中間 當他移到中間 即是中間中場那個 就變成沙加 右路那個就變成斯巴路斯 就騰空了一個左路 給泰亞尼 壓到上來 因為你後面還有雷斯和賀定 不用怕 其實也可以好像 是一個變相的四後衛陣 可以很多玩法 阿彌達好 即是他跟哥迪奧 他就懂得玩這些 這是一個好處來的 在這些現在 這麼需要救火的時勢 多一些招數用 是好事來的 2比1 我個人認為 各位車迷都不要建議我 我這樣說 領先到2比1 基本上那個 在大局的掌握來講 在亞迪達手上 不是在林柏特手上 所以這個2比1 去到2比1是合理的 當然你極其量可以說 如果還有11打11的 可以攀平的能力都會高些 是的 我也認同 但是看來 當你11打11的時候 都不是太有能力的表現 我又覺得這場球 阿仙奴的確 是贏得很有說服力的 雖然球證是有些 是那個王牌 我覺得是不需要比 另外有一個爭議性的 其實究竟 一個長球放到阿仙奴的禁區頂的時候 艾巴咸衝過去 馬天尼斯 出了去 接著那個球 究竟有沒有出界這隻手呢 有沒有出了禁區呢 看看BBC的複製圖 是沒有的 沒有就是沒有了 我們相信龐正也都看得很清楚 既然肯定清楚 不需要看任何東西 五好正路的 這一點 這個球就不值得他太多爭鬧 我覺得反而是這樣 車路士這場波之敗 不是個人技術的關係 而是我覺得在陣式那裡 林柏特太過明白明白了 我認為他相信球員 夠踢出了他想要的風格 他覺得球員有能力應付到對方的陣營 或者陣營上的變化 但是踢下來其實不是 不是 其實都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 令到對方的陣式有很多變化的時候 就是難以掌控 尼爾斯的運用真的很好 你究竟阿斯比利古達 和尼斯詹斯究竟是看尼爾斯 要熟知自己球員的特點 知道他可以做到什麼 要將他盡量放大來用 尼爾斯這兩場杯賽 真是給我們看 他都變成大賽球員 另外 泰亞尼這個球員 2500萬磅 真是抵到難 現在看上去 不要忘記 他的尼爾爾迪 都是奪貫無數的 雖然水平不同 但是奪貫經驗沒有 這一下也挺重要的 而且有他移到中間位 後場三個中堅 變成有兩個可以用到球 哇 很好 沙加勒這場球 成功傳送 大家猜猜有多少次 這個傳球的重心 最厲害的 可以過百次的一場球傳球 三十次 一個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低得很恐怖的數字 但是你不覺得他表現差 他這場球 得住對手 和你硬撼 或者是盡量去遮線 延緩對方組織的攻勢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老實說 他在瑞士國家隊做隊長 在國家級別的賽事 對最近實力的也有 對魚欄部隊的也會有 他們很懂得掌握 怎麼去踢 不是我空口說白話 你看到車路士的中場 中路的傳送 分過兩邊 其實為什麼我就是說 車路士的今場球的攻勢 受到很大的製罩 中場那個 只是給他們一個控球 只是這樣 兩路又不行 回到兩路來說 今場球比比 和貝林年的配合都不錯 而比比又或者這麼說 他的信心大了 不知道是否寶寶出生之後 腳頭也好 似乎他過波推波 我覺得他都硬淨了一點 開始適應了 這個球員 看他未來下一屆 可能會更多 問題是 但是拿卡錫迪和奧巴美揚下屆 還能不能夠配合 就很難說了 這個 可以大家聽我們 這個球季總結的 第三集 我們就會再和大家 詳細去副析了 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拿到這個竹中杯 救命程度比車路士更重要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一個歐巴杯 球員不用減這麼多人工 球會的收入 有一個相對地 有一個較多的保證 有一個較多的保證 在未來新一屆裏面的 球隊的增援 亦都很重要 增兵那裏 亦都阿Q的說 阿Q的這件事說明 我在另外一集節目都說過 我再重申一次 這麼早被奧林比亞高斯圖打 出歐巴杯 現在這樣看來是好事 當然那一刻 未知道疫情影響到這麼嚴重 要停了這些球 但如果現在 我當你圓足足中杯 哇 接下來幾天之後 要踢歐巴 還要繼續搏下去 換而言之 今屆 一路未完結 很影響祖軍的表現 或者買賣球員那方面的情況 現在可以休息一下 可以讓阿迪達 伊道 桑烈伊等等 阿仙奴的高層 可以有一個更加好的部署 講回多一點 講起買人那方面 聖傳委利安 會免簽加盟 最後現在我錄影這一刻 未知是否會做得到 不過想講一件事 這場球 我剛才說到佩利錫和曼智的前場 節奏掌握得不太好 應快應慢 這場球我們看到 衛利安在現場 但他正選後備都沒有 那他究竟是傷患 還是因為他不肯和車路士 和車路士奮約不擺 但我覺得看他 是否像傷患嚴重到出不了 感覺不像 只是感覺而已 那是否和車路士奮約 還沒談 決賽還沒談 先推出他 是不是 我相信這個原因又未必是 難道更加遠 因為勝傳他真的會過阿仙奴 不想他上陣 不過這個問題 我都問過韋豪 問過鍾Sir他們 當日評述的時候 他們都認為 我是一個職業球員 是不是 專業的 去到決賽 都不要想 可能更加要拼命些 是不是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無論是阿仙奴球迷 或是車路士球迷 我為什麼說韋尼安呢 因為我講夏薩特的角色 其實韋尼安 就是正好是車路士 現在陣中 另外一位可以做得到 這種功能的球員 那個可以控制節奏 由後場推到的球 在前場 拆鷹 射門 自己扭過對方 這種全面性 就是參加過這樣的人 如果多了他 一個我認為 我作為阿米最怕的類型 就是韋尼安這個類型 如果多了他 車路士的攻勢會好很多 我認為他組織得更加有組織力 這場球其實嚴格意義上 沒有太強的組織 讓我們看得到 他們不能夠派韋尼安上陣 有些可惜對於他們來說 但無論如何怎樣說都好 林柏特 林柏特 阿迪達 都是很有前途的兩位教練 未來下一屆 我相信他們 有更多充裕的時間 或者更加強的兵員 在手的話 我認為車路士和阿仙奴 可以給到更加大威脅 這個利物普動萬成 OK OK 好 那我們今集講到這裡 大家記得去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袁文傑、Andrew Yuen的Youtube Channel頻道 另外就是我們的專頁 《傑出阿仙奴》全新Facebook專頁 以及《傑出阿仙奴》的Instagram 多謝大家 拜拜 為什麼 我們也有好聖輸 我們是有成為了 我們是挑戰新�� 自由華 我們是有成為了 我們是有成為了 我們有成為了 我們是花ię 我們是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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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買了 我們是花費 都是酒 我們是有成為了 大胆大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